哈嘍,各位學妹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本 今天繼續我們的瘟疫傳說無追 上一集呢,我們的家人呢,全部都被砍光光啦 那在被砍光光之前呢 我們這個生母呢,在生前告訴我們說 要去某個城鎮找某個醫生 他曾經治療過我們的弟弟 我們弟弟呢,究竟又是什麼病呢 上一集看了一些留言 有一些觀眾說這個就是瘟疫就是黑死病啊 就是鼠疫的意思,鼠疫就是那個黑死病的意思啊 那其實我對這個中世紀的黑死病沒有說非常的了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討論黑死病 以及就說這個故事是不是真實故事啊 這個我就不是了解了 好吧,那麼先背話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開始第一個章節,陌生人,Let's go 有沒有,宗教審判所的第一次11集 好,前面講宗教審判所耶 所以說 就是宗教的那個審判說 我這個小孩子就是一個瘟疫的代言者 然後呢,就是想要把他給 好,獻祭給上天 好,這個瘟疫就會消失了 好,一個超級迷信有沒有 他們為什麼要抓我們,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不想思考這件事情 嗯 勞倫提斯 勞倫提斯上一集好像是講說 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嘛對不對 那個醫生是不是 大家去哪了 喔,有鴨子耶 哈哈,鴨子跑步好可愛喔 頭往前 啊,蘋果 哎唷,爛掉了 大家都肚子餓了 我也肚子餓了 我們就直直走到大門前面好了 這邊 查看一下 那邊有煙 有smoke 所以說那邊目前一定有人 這邊該不會也被瘟疫肆虐吧 哎 哎 他們看起來很害怕 怎麼會這樣子 excuse me I'm the daughter of Lord Robert Derune We were attacked, we need help Please, it's very cold 完全不給禁耶 還是說我們兩個已經被通緝 這個城鎮裡面大家都戒嚴時起 只要是看到我都不敢跟我接觸 因為跟我們接觸的話呢會被殺掉 欸 那他跑去 跑去敲別人的門耶 那全部都 呵呵呵 好喔 被排擠啦 Noooo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收留我們啊 搞不好這件事情 敘述的傳片的整個城市 我們已經變成通緝犯了有沒有 成了通緝犯 有沒有人說古人這裡不歡迎我 在上面 這裡不歡迎你 啊不歡迎我欸 幹嘛這樣 哦呦 人直接關起來 我們已經等了太久了 我告訴過你我們得離開 我們以後會回來的 等太久 等太久 什麼等太久 這裡 這邊有一個大叉叉 為什麼 意味著裡面有病人 意味著裡面有病人 比那樣更嚴重 這意味我們 可能會染上他們的病 啊 這是有打過X 然後有破過7的 就是感染到黑死病 是不是 交際全部燒毀 中了黑死病啊 所以說 這些人也不得 不能不得 逃走 逃走也會帶帶了感染源 迅速再擴散感染到別的地方 這樣子 有被強制 強制關起來熱界嗎 蘋果上樹 蘋果樹上怎麼會有 蘋果怎麼會有公的呢 當然是都是母的啊 沒有隨便亂講 不要理我 有聲有聲有聲 呃聲音是從 這邊傳來的 哎呦煮飯的味道 嗚喔 被燒死了 被燒焦了 另外一個 這個讓我猜 女巫獻祭 去找人幫忙 康拉德 現在你找到他了 欸為什麼突然跳一下 是你把他們引出來的 那些人 被燒死了 哇 為什麼會這樣子 怪在我身上 我靠被追了 那個女的應該也是感染黑死病 快跑喔 run 哇塞那邊兩個 quickly 躲裡面 完蛋了 完了 完了 哇要被罩了 喔喔喔喔被發現了 差點被砍了 oh my god 沒路可跑就死定了 這應該走走吧 啊 I coming 哇這些村民都瘋了 躲哪裡躲哪裡 他們認為我們帶魔鬼過來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應該就直接推這裡 沒有錯 簡單的解謎 有 他認為我們帶了黑死病過來 都幾歲的人了 相信這種 新聞上的資訊 哈哈哈哈 有沒有啦 隨便講 這個時期哪裡來新聞 超多石頭的耶 哇現在我們要怎麼過 這個我會 這個我會 我會 我會 這樣子 完了 他們不會聽見聲音之類的嗎 這個話應該 應該是要推前面吧 然後讓小孩子 嗯 不是這樣子嗎 看一下 推哪 喔看到了 也太遠了吧 哇 那怎麼辦 往後拉 喔唷 往後拉 換個邊好了 這邊看不到路啊 Push push 就這裡 嗯 好 nice 成功逃離 欸啊我怎麼卡住了 我的小屁孩跑去哪裡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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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走了 逃走了 投石索 你以為我有投石索 我就驚為天人嗎 喔被看見了 喔 快點快點快點 oh my gosh 哇 你是個雷 找到可以爬的 找到可以爬的 哪裡有什麼可以爬的 你現在跟我開玩笑 你現在跟我開玩笑 他衝進了我他們就死定了啊 這哪裡有東西可以爬啊 你在跟我開玩笑 啊我知道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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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進來了 撿東西撿東西 跟我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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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沒有家可以回啊 為什麼這邊要提示一個停留停留的按鈕 我們在那邊 叫其他人過來封鎖這片區域 捏到粉碎丟回地獄 兇 過去看一下 我媽的差一點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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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看那個87 哈哈哈哈 金走喔 金走喔 這個已經撿滿了 我們要走在上門是不是 哇 尷尬 尷尬 Oh my god被發現了 亂 喔喔喔喔喔喔 I don't know 追的很勤啊 追的很勤啊 快點 喔逃過了 好險喔 這麼慢喔 嗯 阿這裡怎么办 Oh My God 別在追啦 Nio 這裡這裡這裡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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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開門 去開門 快開門啊 快點 完了我要死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跑不動也得跑啊 訓練一下你的肺活量啊 喔病死豬非洲豬瘟 完了死路 阿嬤就我們阿嬤人真好 阿嬤你人真好啊 我為了要感謝你 這是我們家族的蹲下午 這個是感謝的意思 他們永遠不會來這裡 阿嬤好仁慈喔 可是很奇怪這阿嬤難道不確 我覺得這阿嬤難道不會覺得我有帶有黑死病嗎 然後就這樣放我進來還是說他覺得他已經不小了 就算真的感染黑死病也沒差了這樣子 會不會這樣不差反正我都老成這樣子的就算真的是因為這樣子死掉 也好啦 對不對就是已經活了這一大把年紀了 有沒有在他年輕的時候 是不是 不知道欸怎麼人這麼好 箱子就在樓上 好我來了 換衣服了 唉唷 小屁孩別鬧 聽話 真的是 嗯 與老夫人交談 這什麼 熏香 我其實我還蠻喜歡這一身裝備的 這還我想到以前玩RO裡面初心者的裝備 唉不是 阿就那個阿 以前我們玩那個仙境傳說裡面的劍士阿 就穿這樣子阿 然後之後最終階段進化變盧恩騎士 原來這個盧恩就是這樣來的是不是 他們中世紀那邊的東西 這裝備我還蠻喜歡的 應該說這個打扮 這個不能算說是裝備 他這身打扮我還蠻喜歡的 嘖 嗯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很合身 克萊維爾 好多死人 活著的人你們父母在哪 我弟還在覺得家人還在這樣 修道士們 沒有人再去教堂附近了 沒有人再去教堂附近了 等一下 他意思是 這個老阿嬤會幫他修投石器嗎 投石鎖嗎 找到一些皮料 還真的咧 還真的拿那些我們剛剛路邊撿的材料 這個阿 拿到的工具 然後皮料 皮料附近該會再免費丟一丟一張給我吧 拿取後院的皮料 後院的皮料 現在的村民就是已經就是 失去了理智了 他們可能也是失去了很多親人 然後本以為說可以想辦法 找出不死病的來源 並且消滅掉他們 但是呢 事情越 越演發 越 越嚴重 所以說 不如把那些有病的人全部燒死算了 有沒有 這什麼東西 修理投石鎖 哼哼 我怎麼修 再一次 按左鍵修理你的投石鎖 長按還可以升級 哇塞 我撿到 欸 我只有三個石頭沒有其他材料 這邊還可以解鎖 什麼彈藥包 裝備 奔跑噪音更小聲 改良了投石鎖的物品 使用起來更快更有效 你隨時可以按I 合成物品 材料不足 所以說我這個可以直接就是在這邊生 不用工作台了 然後這是我撿到的東西 感覺這個遊戲 好像會玩很久 感覺會啊 不管了 去找阿嬤 So 主角的武器是投石鎖 喔 來了 放人家 要放你 就說回家 我還要害死了 按 死屁牌 好阿 直接剛剛講都死了 小屁還更年期 回來 完了 有一個這樣的弟弟也是挺麻煩的 一個任性連自己會不會被殺死都不管了 這樣子 好煩啊 乾脆把弟丟那裡算了 這麼想死就去死啊 這麼想死就去死啊 被抓了 同伴遭受襲擊 如果你幫他不幫他他會死 哇 頭石可以爆頭 哇 直接秒殺欸 直接爆頭欸 而且我剛殺了人之後我非常的驚訝 完了這傢伙居然在這裡 歐買歌 我來走這邊過去 這是剛剛的傢伙 現在全身穿了盔甲 這傢伙居然要怎麼打 我大概知道了 嗯 這個啊 呃這邊有石頭 看會用震的把他震開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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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動作非常的慢 拆裝 哦 哈哈哈哈 我會了我會了 欸為什麼這邊要人啊 幹活三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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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的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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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廢物 呃 呃 呃 哇速度變快 幹速度變快 速度變好快喔 我的天哪 怎麼可以這麼快 沒有石頭的 齁 你先 欸 揪陶 揪陶 他累了 敗 小嫩逼 嗯 還說是高手 喔 我殺人了 我因為殺人了 感到恐懼 對 我殺了他了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那外面的人咧 還不趕快撤退 哇 有人爬上來了 完了要殺我 躲進大教堂裡面 這邊應該是教堂吧 第二章結束了 報 印 第三章 報 印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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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也亂成這樣子 早就已經沒有了信仰了吧 我覺得 第三報應 探索教堂 好吧 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先玩到這裡 就是遊戲的劇情大概就是一張一張的在過 然後不知道總共有幾個章節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個人 個人是還蠻投入這個劇情的 尤其是這個小屁孩 然後還有我們的 女主角打扮 真的是還蠻正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女主角真的蠻正的 還不錯還不錯 我覺得還行 劇情不錯 這算是一個 劇情式 就是這怎麼講 電影式的劇情的那種概念 就是他有點那種分鏡 或是幹嘛之類的 我覺得還不錯 好不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記得按下你的喜歡 然後以及把影片給分享出去 以及在下方留言 你們要討論 有關於中古世紀的黑死兵 非常的歡迎 也可以讓老頭更加了解 這故事到底在說什麼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期 再見面了 掰掰 我會終於看了 大家可以看到